哈利陶醉在赢的魁帝齐碑的兴奋中 至少持续一个星期 甚至连天气都好像为他庆祝 当六月接近的时候 每天都变得晴朗而闷热 每个人最想做的就是来上 极品托的冰冻南瓜汁和悠闲的在草地上闲逛 一举乌尔玩场加百石 或幻想一只庞大的狐贼 靠自己喷射的横过湖面也不错 但是他们什么也不能做 考试的压力几乎把他们搞贬了 而代替在外面偷懒的是 所有的学生都被强迫待在城堡里 当夏季诱惑的空气飘进窗户的时候 勉强自己集中精神试着炸出他们的智力 甚至佛列德和乔治·魏斯里 都乖乖的在留下了K书 他们预备通过他们的一般的巫师水准 而派西正在准备以最佳状态 迎娶他的最高等级巫师测试 这是霍格华兹的最高认证 派西希望进入魔法部 他需要最顶级的评价 他逐渐变得剑拔弩张了 而且非常严格的处罚任何在傍晚扰乱 起居是安宁的人 事实上还有一个派西还紧张的人 就是妙丽 当他们看到他的考试时辰表示 哈利和荣文已经懒的问他了 他是怎么找出同时考上好几个科目的方法 但是他们不能一直自己不去注意 迪兰写着 星期一九点钟数学 九点钟变形术 午餐一点钟福州学 一点钟北欧古文 妙丽 因为这些日子要是打断他的时候 他总是一副霹雳火爆的模样 所以荣文慎重的说 啊 你确定你的时程表没写错吗 什么 妙丽拿起考试时间表检查后大叫着 是的 当然没错 你有什么办法要同时考上两个科目 哈利说 不 妙丽不久说 你们两个有看到我的占卜术和文法课本了吗 哦 是的 我借走他打算在睡前读一点 荣文说 但是没有回应 妙丽把一堆羊皮痣弹开在桌子上 看住他的书 过多久 黑美带着一样东西从窗户飞进来 他的脚趾上绑着一封信 是海格寄来的 哈利把那封信摊开说 巴克比克的上诉结果定在六天后 哪天我们刚好考完考试 妙丽头也不抬的看住他的数学课本说 他们要来这里执行 哈利继续读着那封信 有一些魔法部的官员 以及一级柜子手妙丽 终于抬起头来看了 他们已经决定上诉的结果 而要来执行死刑 而且不理会我们跟他们说的真相 是的 看起是这样 哈利沈重的说 他们不能这样 容恩豪教主 我之前寄了许多案例给他们 他们不能全把他丢在一边不管 但是 哈利觉得危险事务处理委员会 一定受到了马芬先生的压力 哥自从在魁蒂奇中战 给葛莱芬多打了个溃不成军之后 过没几天 就又摆出个跟以前一样的嚣张屁样 遇到哈利的时候 马芬总是说巴克比克就要被杀了 好像他自己就可以决定一切 气得哈利巴不得学妙力一样 重重的在他脸上赏上五百大头 然而他们虽然担心这整件事情的发展 却没有识问也没有机会去找海格 因为严格的安全措施让他们无法离开 而哈利又把他的隐形披风 放在独眼女巫像那里没有收回来 考试周得来临时的城堡里 弥漫着不寻常的宁静 星期一的变形术考完之后 午餐时间三年级的学生们全都虚弱的要命 而且脸色灰白 这次的考题包括把一只茶壶变成一只乌龟 这种困难的任务让他们挤成一堆比对答案和自愿自已 妙力为了他变得乌龟倒像只海龟而感到烦恼 这让每个人听了都更加的担心了 我的尾巴上还有嘴呢 活像个噩梦 那我的乌龟还会冒水蒸汽怎么办 我的那个壳上的图案根本像壳柳树 你认为我会不会被当掉 然后吃完午餐之后 他们又回到楼上准备符咒学的考试 妙力说的没错 弗力为教授真的出了加油咒文 哈利稍稍的刺激了自己和荣恩的神经 他们两个都以对方和自为施法的对象 结果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 加油咒文的效力让他们一直狂笑不已 最后一声不吭地躺在教室的中央 晚餐之后所有的学生赶回起局室 不是为了放松 而是开始复习应注意的魔法事物 魔药学和天文学 第二天早上海格主持应注意的魔法事物的考试时 真的非常心不在焉 他的心思看齐根本就没放在这里 他拿了个大木桶 放了一大堆新鲜的啪啪虫在里面 然后告诉他们 只要让自己负责的啪啪虫 活跪一个小时就能通过考试 因此大家都选了最活蹦乱跳的啪啪虫给自己 然后只要坐下来等 就能轻易地通过考试一住 趴下来等也可以 正好哈利 荣恩和妙力可以趁这个机会跟海格说话 巴克有点沮丧 海格告诉他们 低头假装检查哈利的啪啪虫是否还活着 他被关进笼子里太久了 但是还在安静 我们明天就会知道了是要那样还是有另外 他们在那个下午要考模药学 最有可能造成不及格的原因就是人祸 当哈利进全户的考试时 绝对没办法把他的药混合变浓而感到困惑 而时内部站在后面放出幸灾乐祸的高性空气 当他离开之前还在他的笔记上潦草的画了一个很像灵的刻意符号 然后天文学的考试在午夜时 在最高的一座塔上举行 星期三的早上考魔法史 哈利潦草的书筑佛罗兰佛地俗 告诉过他的有关中古世纪猎女巫的所有细节 但是他真的很盼望在这个令人发闷的教室 能有一杯佛罗兰的巧克坚果圣态 星期三午后是草药学 这表示他们得在炎热的太阳底下 待在那些温室里一起被轰 当他们再次回到起居室的时候 脖子都被晒黑了 每个人都渴望的明天的这个时候赶快来 那时全部都结束了 在星期四的早上 他们进行最后一堂黑魔法防御术的考试 鲁宾教授创出了前所未见的考试方式 一种在太阳底下进行的障碍赛500公尺障碍 他们必须跋涉过一个有葛林蒂罗的深水池 穿过一连串的充满了红色无边貌的胡动 还要无视星期旁旗不时的误导 找出越过沼泽的正确路程 最后爬进一个老树干 跟一只新的泥宝怪战斗 好极了 哈利 当哈利从树干爬出来时 鲁宾面露微笑的轻声说道 满分后哈利为他的成功感到脸色发红 在附近俯视着荣恩和妙里 荣恩在他到达星期旁客以前都做得很好 但是星期旁客成功的把他骗到沼地里 那里伸击腰 妙里在到达泥巴怪的树干 以前也做得非常完美 但是他进去里面不到一分钟之后 他就尖声大叫地逃出来 妙里 鲁宾震惊地说怎么了 麦麦麦教授 妙里喘气地指住树干里面 他他说我所有的事情都搞砸了 妙里花了好一阵子的功夫才平静下来 最后他自己用力地握了握拳才恢复过来 他跟住哈利和荣恩回去城堡 荣恩还一直在嘲笑妙里对付泥巴怪的模样 但是这个争执在他们踏上最上层的阶梯 为他们所见到的事物给终止了 科留尼斯夫子在他的松木纹斗篷底下热得满头大汗 正站在那里向外面注视 他一眼就看到了哈利 哈勃在那里 哈利 他说我想刚刚有一堂考试吧 考完了吗 是的 哈利说 妙里和荣恩不敢跟魔法部长说话 本拙地在后面转来转去 天气真好啊 夫子的眼睛投向了湖面 只可惜只可惜 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往下看着哈利 我为了一个让人不愉快的任务才到这里的 哈利 危险事务处理委员会需要对疯狂的 今天下午夫子好奇地看着荣恩说 然而你可以不必目击执行的情形 荣恩强硬地说 可以让葛莱芬马放生 在夫子回答之前 二个巫师从他的后面穿过城门走来 一个是非常的老 显然眼睛几乎看不见了 另一个很高 而且拿着个吊环 留着短短的胡子 哈利认为他们是危险事务处理委员会的代表 因为那个老巫师正眯着眼睛看海格的小巫 而且用一种微弱的声音说 亲爱的 亲爱的 我这么老了还来干这个两点钟是不是 夫子 阿黑胡须的男人用手指了他的袋子里的东西 哈利看到一道拇指宽的光芒 沿着斧头的刀锋流动住 荣恩张开他的嘴想要说话 但是妙力用力地用手肘在他的肋骨上撞了一下 并且拽住他的脑袋往入口大厅去 你干嘛阻止我 当他们进入大厅准备吃午餐的时候 荣恩愤怒地说 你没看到他们吗 他们甚至连斧头都已经准备好了 这不公平 荣恩 你爸爸在魔法玻璃工作 你不能去跟他的老板大呼小叫的 妙力说 但是他看起来也非常的烦乱 只有希望海格现在能保持清醒 适当地跟他们争论这个案子 他们就不可能对巴克比克执行 但是哈利想告诉妙力没有相信他所说的 当他们吃着午餐的时候 周围的人们都在兴奋地讲话 快乐下午过后考试就会结束 但是哈利 荣恩和妙力却担心着海格和巴克比克的情形 没有加入他们 哈利和荣恩的最后一堂考试是占卜 妙力的是麻瓜研究 他们一起走上大理石阶梯 妙力在一楼离开他们 而哈利和荣恩继续爬上七楼 班上大部分的人都已经坐在螺旋形阶梯上的 特罗尼教授的教室 抓住最后的几分钟再复习住 他要一个一个的对我们面试 那位当他们坐在他的旁边时通知他们 他把他的拨开云雾 键位放在他的膝盖上 并且翻到水晶观察那一夜 你们从水晶球里看到什么东西了吗 他气馁地问他们 没有 荣恩立刻回答 他继续看住他的手表 哈利知道他在担心巴克比克上诉的时间就要开始了 排在教室外面的行列缩短得非常慢 当每个刚刚上去的人走下楼梯时 其他的同学都置之叉叉地问 他问什么 简不简单 但是他们全都拒绝说 他说水晶球告诉他 如果我告诉你 我就会发生可怕的意外事件 那位爬下楼梯 遇到正在往前走的哈利和荣恩石吱吱叉叉地说 然后他就走下地面 那还真是方便 荣恩哼了一声 你知道 我开始认为庙里是正确的 他用拇指戳了戳前面的地板门 他真的是一个老骗子 是的 哈利看住他自己的手表说 现在已经两点钟了 希望他快点 巴蒂一副狂热而自傲地走下楼梯 他说我拥有成为真正的预言者的所具备的因素 他告诉哈利和荣恩 我感到非常骄傲 好吧 祝你好运 他走下螺旋阶梯赶向前去追上拉芬德 罗纳多魏斯里那种熟悉的雾蒙蒙的声音从他们的头上投传来 荣恩对哈利扮了鬼脸就爬上银色的阶梯 只剩下哈利一个人还没有测试 他坐在地板上背靠住墙壁 听着向阳的窗户里有一只苍蝇在发嗡嗡的声音 海格的事情拥上他的心头 大约在二十分钟之后 荣恩的大脚在楼梯上再度出现 到底搞什么鬼 哈利站起来问他 乱搞一通 荣恩说什么也看不见 所以我就随便拜拜 也没认为他会相信 虽然待会在起居时见哈利喃喃的说着 此时特罗尼教授的声音呼叫哈利波特 塔利的房间以前还要热 窗帘拉了起来 火也继续燃烧着 跟平常一样的那种病弱气味 让哈利忍不住磕胀 当他被绊倒在一堆混乱的椅子和桌子之时 特罗尼教授已经坐在一个大水晶球面前等住他 你好啊 我亲爱的 他柔和的说 你只要温和的观察球里面从容不迫的 然后告诉我 你在里面看到什么 哈利弯下来在水晶球上注视着 他非常的努力注视 也很乐意向他说明 除了漩涡状的白雾以外的东西 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生 好了吗 特罗尼教授细致优雅的鼓励着 你看见什么 热得快要受不了了 而且他的鼻孔被他们旁边的火炉里冒出的香料和烟雾刺激的快抓狂了 他也想不出要说什么 所以决定学习容恩 而哈利说一个黑暗的东西恩 他想什么 特罗尼教授轻声的说 想想看 现在哈利的心里想到地面上的巴克比克 一只格莱芬马 他肯定的说 对了 而与特罗尼教授 很快的在他膝上的羊皮纸潦草的书写住 我的孩子 你当然看到了魔法部给可怜的海格找的麻烦 快点继续格莱芬马出现了吗 那他的头还在吗 是的 哈利肯定的说 你确定吗 特罗尼教授催促他 你真的确定吗 亲爱的 你没有看到他倒在地面上吗 也许有一个举起斧头的影子在他后面 没有 哈利有点感知不快的说 没有血 海格也没有哭 没有 哈利再说一次 他热的只想赶快离开这个房间 他看起很好 他是飞走了 特罗尼教授发出叹息之声 很好 亲爱的 我认为我们最后会失去他 也许有点失望 但是我相信你做的很好 哈利如是重负的站了起来 拾起他的袋子 而且转身离去 但是突然后面传来巨大尔沙哑德的声音 今天晚上将会来临 哈利转了过来 特罗尼教授将硬地坐在他的扶手椅里 他的双眼失去了焦点 而且嘴角下垂 抱抱歉 哈利说 但是特罗尼教授好像没有听到他的声音 他的眼睛开始转动 哈利恐慌地坐在那里 他看起来好像要捉些什么 他犹豫着是不是要跑到保健室 然后特罗尼教授再一次说话 用同样沙哑的声音 完全不像他自己的声音 黑暗的独裁者没有朋友的独自潜伏助 他被他的从者抛弃 他的仆人在这12年里一直被铁链锁住 今晚 在午夜之前 仆人将会得到自由 并且再度加入他的主人 黑暗的独裁者将在他的仆人的帮助下再度复活 比以前的他更强大更可怕 今晚在午夜之前 仆人将会被解放威了要再加入他的主人 特罗尼教授的头向前跌落在他的胸口上 他哼了一声 哈利坐在那里注视着他 然后相当突然的 特罗尼教授的头再度抬了起来 我很抱歉 亲爱的孩子 他虚幻地说 天气太热了 你知道我好像出了一会儿神 哈利坐那里注视着他 有什么不对吗 我亲爱的 你你刚刚告诉我 那个黑暗的独裁者再次复活 那个他的仆人也再次获得自由 特罗尼教授看起来非常震惊 黑暗的独裁者 是那个人吗 我亲爱的孩子 这件事可不能开玩笑的再次复活 真的 但是你不是说那个人 你只说是黑暗的独裁者 我认为你必须马上离开 亲爱的 特罗尼教授说 我无法肯定像这种太过牵强的预言 哈利向后走下螺旋形的阶梯 觉得很奇怪 难道刚刚他听到特罗尼教授 做了一个真实的预言 还是他想给被他测试的人 一个深刻的印象 五分钟之后 他经过守在 格莱芬多塔的入口外面的 那些守护巨人 特罗尼教授的话 仍在他的脑袋里回想住 许多人正迈开大步 从相反的方向经过他 脸上都带着笑意与轻松 因为等待已久的自由总算要来了 此时他从肖像孔里进入起居室 里面几乎都没人 然而在一旁的角落里 坐着荣恩和庙里 特罗尼教授 哈利喘息住说 告诉我 但是他突然的一看见 他们的脸停止 巴克比克输了 荣恩微弱的说 海格刚刚把这个送来 这次海格的信上是钱的 没有泪滴把它弄湿 然而不清晰的字迹 看起来很明显的 当他的时候 手一定是颤抖着 上诉失败 他们要在日落时执行 你们没办法做什么 别下来 我不要你看见这个惨状 海格 我们应该马上过去 哈利立刻说 他不能只是自己坐在那里 等待柜子手过来 日落时 虽然荣恩用意悲哀的表情 注视着窗户外面草地上的道路 我们没有被允许特别是你 哈利 哈利把他的头埋在手中 叛命的想 如果我们有隐形斗篷 他在那里 妙利说 哈利告诉他 他把他留在读研女巫像下面的通道里 如果室内不看到我再次接近那里 我就有大麻烦了他说 那倒是真的 妙利站起来说 如果他看到你 你如何打开女巫的座台 妮妮只要轻打他 并且说 现实快递 哈利说 但是 妙利没等他继续说下去 他大跨步地穿过房间 推开胖淑女的肖像 而且从玄关中消失 他是不是想把它拿回来 容恩注视着他的后面说 她是的 一刻钟之后 妙利回来了 他把一件银色的斗篷 小心地折在他的长袍底下 妙利 我觉得我越来越崇拜你了 容恩惊骇地说 首先你揍了马粪 接着你又在特罗尼教授的课堂上拂袖而去 妙利宁可把他当成一个夸张的夸赞 他们跟别人一起下来晚餐 但是却没有回到格莱芬多塔 哈利把斗篷藏在他的长袍里面一起带下来 他把他折成方块斜在手臂下 他们闪一键离大厅很远的空房间 仔细一听 直到他们确定里面真的没有人 他们听到大厅的门在最后一人离开之后猛然关上 妙利伸出头在门外看了看 好 他轻声地说 这里没有人快把他盖上 他们急成一团地走 所以没有人能看见他们 他们点住脚躲在斗篷底下穿过门厅 然后向下走进前面的石头步道 太阳已经从禁忌森林后面沉没了 把树木最高处的树枝卸成一片金黄 他们到达海阁的小屋并且轻轻敲着门 他在一分钟以后才回答 而且当他开门的时候 他在附近找着他的访客 满脸憔悴而且不住地发抖 是我们了 哈利发出嘘声地说 我们穿住隐形斗篷 让我们进去把他拖掉 你们扑了过来 海格低声地说 但是他退了一步 于是他们就趁机钻进里面 海格很快地把门关上 哈利也把斗篷拉开 海格没有哭 他也不把自己搭在他们的脖子上 他看起来好像完全不知道他在哪里 或该做什么一样 这种无助的表情比流泪更坏 要扑不来些茶 他说 当他拿着涂壶时 他巨大的手不停地颤抖 巴克比克在那里 海格 妙力迟疑地说 我把他带到外面去了 海格说 当他把水壶装满水石 不小心把牛奶打翻了 弄得全桌子都是 他被我拴在南瓜田里 我想他也许想看看那些树衣 以及呼吸些新鲜的空气在 海格的手颤抖得非常猛烈 以至于牛奶瓶 从他的手里滑落在地板上 打成碎片 我来弄他 海格妙力很快地说 跑过去 把一团乱的地板清理前进 有石厨里面 还有海格坐下来 用他的袖子擦了擦他的额头说 哈利对容恩望了一眼 容恩也无助地会看住他 没有人可以帮上忙吗 海格 哈利紧临着坐下急着问 邓不利多 他试过了 海格说 但他没有权利指挥委员会 他告诉他们巴克比克很好 但是他们被恐吓了 你们知道 卢西斯马分喜欢拉样威胁他们 我知道死刑执行人 马克林是马分的老朋友 但是至少过程会前进利落 我会一直陪在他身旁 海格哽咽 他的眼睛在房子里到处找着 好像想找一些碎步条 或者是安慰 邓不利多过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 在这个早上写给我一封信 他说他会帮助偶站在偶着一边 伟大的男人 邓不利多 妙丽在海格的石橱里到处翻找着另一个牛奶瓶 拿出一罐小瓶的 他啜泣地呼吸困难 他举紧拿着新的牛奶瓶的手 偷偷地擦掉眼泪 我们会跟你在一起的 海格 他开始说 但是海格摇了摇他毛发蓬松的头 你们最好快点回到城堡去 我告诉你们 我不希望你们看见 而且你们根本不能下来 作礼的如果被夫子活饰 邓不利多逮到你们不假外出 哈利 你们就有大麻烦了 妙丽沈默地让泪水是流下他的脸 但是他不让海格看见 假装忙着泡茶威 然后当他拿起奶瓶倒进茶壶里时 他发出一声尖锐的叫声 荣温 我不敢相信是斑斑 荣温两眼圆正地瞪着他 你说什么 妙丽把牛奶瓶放在桌子上 并且把他翻了过来 在一阵狂乱的吱吱叫声中 有一样东西从里面爬了出来 老鼠斑斑从里面滑到了桌子上面 斑斑 荣温茫然地说 斑斑 你在这里做什么 他努力地抓住他的老鼠 把他放在灯光下 斑斑看起来很可怕 他比以前还要瘦 毛发也大片大片地涂掉了 他在荣温的手里 判命地挣扎住想逃出去 没事的 斑斑 荣温说 这里没有猫 在这里什么东西也不会伤害你 海格突然站了起来 他的眼睛在窗户上看了看 接着他平常红润的脸颊 变得像羊皮纸一样的黑黄色 他们来了 哈利 荣温和妙丽都转了过来 一群男人正从远方的城堡步道 步行过来 在最前面的是阿布斯邓布利多 他阴白的胡须在余日的光运下闪烁 科留尼斯夫子紧邻他快步行走 在他们后面的是衰弱的老委员和死刑执行人马克林 里面快走 海格全身都在发抖的说 不能让他们发现里面在这里现在快走 荣温把斑斑放到他的口袋里面 而且妙丽十七斗篷 我带你们从后面的路出去 海格说 他们跟住他进入后花园的门里 哈利感到一种奇妙的不真实感 而且他看到巴克比克只在 吉马歪的南瓜田里的一棵树下被拴住 巴克比克好像知道有什么事要发生了 他激紧的头部转来转去 并且神经紧张的用脚踢扒着土地 他是好孩子 巴克 海格柔和的说 他是好孩子 他转向哈利 荣林和妙里 快点 他说 快点走 但是他们没有移动 海格 我们不能 我们要告诉他们事情的真相 他们不能杀他 走 海格猛烈的说 不然会给你们都带来大麻烦 他们没有选择 当妙里把斗篷盖到哈利和荣恩的身上时 他们听到小屋的前面有声音 海格看住他们刚刚消失的地方 快点去 他沙哑的说 别再听了 当有人在敲门时 他大跨步的走回他的小屋之内 哈利 荣恩和妙里中默默的坐在海格的房子周围 慢慢的进入一种虚幻的境界 当他们从另外一边到达时 前门再声巨响之后关了起来 来吧 我们快走 妙力低声的说 我没办法站在这里 我不能忍受他 他们开始往城堡的草坡上走去 太阳已经快要沉没了 天空变得相当前进的紫灰色 但是西边却有一个炽热的红宝石 荣恩停了下来 哦 拜托你快点 荣恩妙力说 但是斑斑他不想不想安静下来 荣恩弯下身子 试着把斑斑放进口袋里 但是鼠正在抓狂 他狂的吱吱乱叫 不断的扭来扭去 试着用他的牙齿咬荣恩的手 斑斑 是我 你白痴 是荣恩 荣恩发出斥责声 他们听到后面的一扇门打开 以及男人的声音 哦 荣恩 快让我们一动 他们又来了 妙力有气无力的说 好斑斑 乖乖带着 他们往前走去 哈利学着妙力 试着不要听他们后面传来的隆隆声 荣恩再次停了下来 我快抓不住他的斑斑 闭嘴 要是有人听到我们的话 老鼠发出野性的尖锐的叫声 但是声音没办法盖过 从海阁的花园里飘来的声音 有不知道多少个男性的声音交杂住 一阵沈默 然后 毫无预警的 抚头发出嗖嗖的风声和嗖嗖声和撞击声 妙力急着判命的摇住头 他们要杀他 他对哈利轻声说 我不敢相信他们要杀他 这部纯粹是我个人认为非常好的作品 所以我做了这部影片给大家 主要目的是让盲人或市场人士 能够观看电视和电影 为残障人士提供包容性体验 使他们能够获得与其他人相同的信息和娱乐 感激你看完这部影片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就支持这个系列吧 你的流量是我的动力 请大家记得like share subscribe comment